刚好开头是中文 ok 我要怎么做比较简单 第一个 主要我们可以先做一件 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在文字里面 找到 算什么算长度我们之前有 LEN LEN你会发现底下还有个什么 LEN B LEN 跟 LEN B有什么差别 特别是说 LEN 是算几个字 也就中文英文数字都算一个字 但是如果你算 LEN B的话算败者 中文是算两个败者 那英文跟数字呢都是一个败者 但是有例外的什么例外 如果你的英文是全形的话 也是两个败者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如果说要判断的话 当然如果你用 LEN 算出来 我们用 LEN B的话 会需要是什么 先把英文或数字的部分 先转成半形 再来判断它有几个败者 就OK了 那怎么样把那个全形转半形 其实特别是说文字里面 如果你找应该可以找第几个 第一个就是了 有没有发现 将全形字转成半形字 OK 那全形转半形 特别注意 只有英文和数字 它是有全形的问题 但是中文呢 它没有全形 因为它只有一种形态 就是两个败者 它不会变 它不会说字变突然全形 没有 中文不会受影响 会受影响的只有英文跟那个数字 所以第一步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先把你这里面的字按确 所以用ASC 先把他怎么样 先给他 那请可不可以看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ASC 全形字 转半形字 你会发现 中文完全没有影响 会有影响的一定是里面的 英文跟数字 刚好英文SS 所以第一个我先把它 先转成半形 那转成半形之后的话 然后呢 接下来 请你把这个ASC转完剪下来 做第二件事就是什么 算一下 它里面有几个bytes 所以我们再怎么样 把它用LENB 按确定 LENB 然后呢 把这个贴上之后的话 里面有几个呢 总共会算bytes的话 特别是哦 SS这有6个 7个8个9个10个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后面这几 这边英文加数字有10个字 那资料库呢 几个字 其实有三个字啊 但是问题 如果你是算b的话 bytes嘛 我刚刚讲过 中文两个bytes 那也就是如果你用LEN的话 是13 那那个LENB是16 之间差几个 三个 那刚好是什么 前三个 有没有 所以也就是 如果你算字的话 会跟那个LENB少的话 就是刚好少一半的数量就对了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用LENB 再把刚刚的转型 转半型的 放里面算16个 然后再来怎么样 减掉 减掉什么呢 把这个公式再复制过一遍 贴到后面 其实再把什么 把b拿掉就好了 OK 所以16减13嘛 打个勾 三个字 那如果我要留下中文的话 再把这个公式剪下 取前面 刚好中文刚好在前面 所以我们可以怎么办 再利用LENB 有没有 前面的 LENB就抓前面的字 然后把刚刚的这个贴上 抓 不 应该这个应该贴到下面 所以这边把这个公式 几个字的话 就把这个公式 把它贴到下方 然后跟他讲说 我要的资料是在哪里 在这里 帮我把这里面的资料 抓前面的三个字 按确定 好 这样的话 向下填满 有没有 全部就OK了 主要的原理应该 可以理解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大概分成 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先转办形 第二阶段的话 就是有了LENB 去算它里面几个byte 减掉几个字 在第三阶段就是用抓前面的字 OK 然后就留下 再来的话 我们做完之后 我们一样 就再把它变成VBA 怎么变VBA 你可以录制聚集 我觉得这边用前面讲过的VBA 还是最简单 那其实就是什么 丢公式就好了 怎么丢公式 还记得吧 E 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最下面一列 刚刚我写过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刚刚的程式贴过来就好了 改一下 然后丢什么呢 在这个B栏的地方 帮我把A栏的东西 帮我把什么 帮我把公式丢到B栏 丢什么 丢这一串 那我刚刚讲过 如果你要丢公式的话 两个部分要注意 里面有没有双以后 刚好没有 所以你可以跳过 第二个是 你要看哪边是列号 所以A2 你可以这样看 这样就看得清楚 可以把这个改成I 这样就OK了 来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不过这一题相对 起来比较简单一点 为什么 因为刚好 它的中文都在前面 但如果未来 如果说我们的中文 不是在那个最前面 可能是在中间 可能是在右边的话 那可能你就是要用103 那个范例才能解决 不过103那个范例 难度又更高了 为什么 因为它会算内码 要用内码的方式来判断 所以难度又更高 103可能留在后面再来看 什么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